十号在原天秘境收获究竟有多大 天原秘境是曾经的一代至尊 天原至尊的洞天福地 它的最后突破失败 只留下自己的传承 留给后世人 而天原秘境每隔数百年便会开启 无数英杰都会进入其中 寻找自己的造化 那么十号在原天秘境收获究竟有多大 一 部分天蝉一 天蝉一是传说中的秘宝 不仅难以激怜 而且原料更是难以寻找 它需要太古传说中的天蝉的语意 可是世间没有几只天蝉了 以这种材质练成的神衣防御力惊人 由于这种西式宝衣太过难得 所以月蝉平日不敢露出 只怕被人盯上 在危险的时候才会浮现 十号在与月蝉对战时 才发现了他身上穿的天蝉衣 而且月蝉的这件天蝉衣 是与其他几种绝世神料熬练在一起 还加一些虚空仙精等 更是远胜其他神圣宝衣 无论十号如何攻击 都无法打破天蝉衣 最后只能动用天河水 才夺走了左腿的残甲 十号和仙殿大人物对抗时 也是凭借天蝉衣 和他的仙与神甲抗衡 如果十号腿上没有天蝉衣 多半要吃大亏 二 至尊宝树 在元天至尊的黄金道台上 各方都在争夺青色骨块 可以从中看到至尊的宝树 学会各种秘法 除此以外 还有元天至尊得到的两页金纸 是秘境中的最高传承 元天至尊曾经探索无人区 而这金色纸张 就是他从无人禁区中带出来的 其中记载着雷帝的传承 十号首先盯上的就是这两页金纸 不过也自然也有其他人想夺走 混战之中 太阴玉兔将一枚 记载着宝树的骨块扔给了十号 十号立刻领悟到 名为金蛇腿的宝树 是强者观蛇龙而开创的 能被一位至尊收录在宝树中 绝对算是秘法中之秘法 领悟到宝树后 十号立刻将骨片抛走 带着金纸离开 三 破烂甲咒 袁天智尊将中年时 所收藏的各种甲咒 放在自己的传承之地 留待后世的有缘人 十号发现了一具破烂甲咒 但是秀记斑斑 爆出都是破洞 只是尝试捡起 结果秀记就纷纷脱落 在与仙殿的年轻传人激战时 他就穿着这件破烂甲咒 结果在仙殿传人的压力下 十号身上的破烂甲咒发光了 那些破洞开始喷薄瑞霞 最后将十号包裹住 让他法力暴涨 更是如虎添翼 而圆天秘境外的几位教主 则一眼认出这具甲咒 来自于无人区 在夺取雷地传承时 他身上的破烂甲咒 也是与金色纸张共鸣 让十号夺得金纸 之后十号遇见了 一株魔血鬼神术 他也来自于无人区 还在种子时 就附在甲咒上 所以没有为难十号 在得知十号获得雷地传承后 想要和他一起观看 同时已将他带出圆天秘境 所谓报仇 但是十号却并不打算 离开圆天秘境 这时候魔血鬼神术 才告知十号 圆天秘境中数百年 就会有一次大劫难 专杀超过神火境界的强者 听到这里 十号只能随魔血鬼神术 一起离开 如果没有这具甲咒 十号不知道 天原秘境中的劫难 很可能会直接死在其中 而就算是直接出去 也会被天原秘境外的 各路教主查出来 更加难以逃脱 只能跟着魔血鬼神术 离开天原秘境 才算是唯一的生路